為了培養偏鄉學童邏輯思考能力 電信業者啟動偏鄉玩城市計劃 讓小朋友和志工一起動手實作 完成自走車城市 22號當天更驗收成果舉辦了競賽 看哪一組設計的自走車最快走出迷宮 即將進入最後一個關稿 比賽如火如土展開 參賽小朋友卯足全力 想要拔得頭籌 那現在要走嗎 一場接一場大家聚精會神 究竟誰的自走車能夠最短時間走出迷宮 有機會可以停過上一組喔 小朋友玩得好開心 不論輸贏都免帶笑容 因為這樣的課程學校裡可是不會教 電信業者為了培養孩子邏輯思考能力 啟動偏鄉完成式計劃 讓小朋友和志工一起完成自走車 從如何寫到怎麼設計 彼此腦力激盪 幫助他們以後在進入社會的時候 能夠做這個更能夠找到好的工作 能夠翻轉自己的人生 座中學學中座 孩子們享受學習樂在其中 偏鄉完成式計劃連續舉辦四年 累計15所國中小參與 今年一共四所國小 121名學童共襄盛舉 這兩年其實有一個活動叫做數位苗圃 上網之後用了我們這個mybook 裡面有這個英語互動學習等等教材 讓他們可以免費的透過這些教材 可以學習英文 在AI和物聯網加速發展的時代 如何強化偏向孩子數位能力更顯重要 透過遊戲培養實力 未來面對數位浪潮來襲 都能因應挑戰 乘風破浪 記者黃富奇 台南採訪報導 字幕志願